I think you shouldn't have come here This is our war It's not yours 2001年 美国电影《黑鹰坠落》上映 这部电影讲述了1993年 驻索马里美军的一场失败的抓捕行动 以其高度显示的风格 获得了第74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 这部电影也让世界认识了 在非洲东部有一个混乱的国家 叫索马里 索马里的下一次高光时刻 要等到几年以后 索马里海盗横空出世 索马里扼手海运交通要导 特殊的区域优势 让海盗事业发展极为顺利 索马里海盗在诞生后 很快成为了红海上的羊毛党 亚丁湾的拼多多 南来北往的后轮 要么在金钱上砍一刀 要么在物理上砍一刀 在索马里海盗业务的风口期 还曾经一度出现过海盗融资上市平台 海盗集团在村里向老百姓拉风头 你出一只AK47 我出一只RPG 船一只团队去打劫 开着个山板就敢去劫万吨巨轮 死亡如风 长半无神 索马里的出场机会大概如此 除了战乱 海盗和贫穷外 世界对于索马里基本没有其他印象 但很少有人知道 索马里并不是一直都如此混乱的 仅仅在半个世纪以前 索马里还曾经是东非小霸王 是当地恶霸级的存在 而索马里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因为他和邻国埃塞俄比亚 曾经上演了一场 比你的名字还要精彩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新人UP主 小伊汉可汉 索马里位于非洲东部 地处于红海和印度洋的交界处 面积约63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10个半通辽 索马里本身并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在历史上曾经被英国 法国 意大利轮流殖民 二战结束后 非洲独立浪潮兴起 索马里自然也要争取独立 但由于索马里人从来没有管理过国家 因此联合国授权意大利托管索马里 帮索马里至少把一个国家的架子搭起来 1960年 托管的十年之期一到 索马里正式独立 虽然在某些人嘴里 索马里一直是医疗教育免费的 但现实中的索马里 一直都穷得惊心动魄 1960年 人均GDP只有28美元 甚至不到同时期中国的一半 而比贫穷更糟糕的是 长久的分裂 让索马里人根本就没有国家认同 各地的部族都成立了自己的政党 在国会里吵来吵去 部族间的矛盾加上地方矛盾 让索马里总统混得连周天子都不如 就这么一直吵到了1969年 一个叫西亚德巴雷的将军站了出来 够了 跟你们这些虫治们在一起 怎么能搞好政治呢 他借着总统遇刺的话劲发动了政变 并且解散了所有的政党和议会 压制了所有的部族势力 怎么 总统是我 你不满意 西亚德巴雷是个职业军人 早年在意大利上军校 1969年政变后成为了索马里领导人 在非洲 军头政变实在是再平常不够的传统艺能了 接下来就该是腐败 独裁 城地 满嘴炮火车等等 建议大家在公屏上打上 这集我看过了 但是 索马里这个巴雷不一样 巴雷是个军阀建筑 但它是个很有想法的建筑 它掌权后没有花天酒地奢侈享受 而是致力于把索马里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国家 巴雷认为 像索马里这么贫穷混乱的国家 搞西式民主纯熟扯淡 于是在1970年 他宣布索马里要建设科学的社会主义 走苏联的路子 主动向苏联靠拢 巴雷上台时正是苏勋宗当政时期 苏联正在全球扩张 索马里重要的地理位置 让苏联势力成功打入了非洲之角 伯利日涅夫与巴雷的想法一拍即合 冷战是小国的黄心时期 冷战期间的小国 就像是美团恶勒默打架时期的饭店 斗鱼与虎牙竞争时期的主播 美国和苏联全球大杂币 尤其是苏联 只要你认我当大哥 援助打钱的时候是真不含糊 索马里为了表忠心 在首都摩加地沙挂买了 列宁、慈父和苏勋宗的画像 老大哥一看索马里这么懂事 直接就在1974年签订了友好协议 苏联为索马里提供了 大量的工业用品和技术设施 还派遣了3000多名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 让索马里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除了经济物资以外 苏联的援助重点还是放在了军事上 苏联为索马里提供了大量的米格式机 特六2坦克和伊尔28轰炸机等先进装备 让本来只能骑骆驼的索马里军队 一夜之间鸟箱换炮 靠着苏联援助 巴雷成功站稳了脚跟 他在国内进行了大道阔斧的改革 消除了索马里人的部族身份 创造了索马里自己的文字 没收了外国资本的企业 同时他要求索马里的青年 必须进入学校学习 在广播和媒体中不断抨击部族主义 用基层组织取代金人寺 加强索马里的国族认同 在巴雷的统治下 索马里快速地向一个现代国家迈进 就这样 到了70年代后期 原本一穷二白的索马里 在巴雷的领导和苏联的援助下 居然一跃成为了东非的地方强国 尤其是索马里军队 苏联累计给索马里军队 提供了1.6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让索军无论是在装备上 还是在训练上都领先于其他国家 堪称苏联对外输出的成功万里 巴雷是这一切成就的主要功臣 但后来索马里的问题也出在他的身上 巴雷确实是个很有想法的建筑 但问题是 过于有想法了 我之前就讲过 非洲各国的国境县基本是殖民者乱化的 跟民族地理都关系不大 索马里虽然是索马里人的国家 但并不是所有的索马里人都住在索马里境内 这不是绕口令 索马里建国时 很多索马里人都生活在邻国境内 其中比较典型的 比如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欧加登地区 本来是索马里的领土 却被埃塞俄比亚强占 境内的50多万人几乎都是索马里人 但是属于埃塞俄比亚 这让索马里当局非常不爽 他们一直以来就有一个想法 搞一个大索马里国 用索马里的剑 为索马里争取阳光下的土地 本来索马里作为一个穷的吊渣的国家 这个想法也不过是管新元纪一家老婆 白日做梦 但是当巴雷一系列的复国强兵计划实施之后 这个想法变得有实现的可能了 想睡觉就来枕头 当巴雷雄心勃勃的时候 邻国埃塞俄比亚 还真的就给了他这个机会 埃塞俄比亚 非洲有名的文明古国 世界上最知愣的黑人国家 历史上 埃塞俄比亚帝国自恤为索罗门王的后代 与阿拉伯文明 基督教文明打了很多年的交道 由于文明史长 埃塞俄比亚在近代史相当值了 各国的殖民者在此迎来送往 居然没有一个国家成功殖民埃塞俄比亚 成为了近代非洲唯一一个独立国家 埃塞俄比亚最有名的事情 就是1896年爆垂意大利 逼了意大利跟埃塞签订的条约还赔了款 成为了唯一一个逼着欧洲列强赔款的非洲国家 由于埃塞过于职冷 海地曾经一度派人劝进 劝埃塞国王做全世界黑人的领袖 结果埃塞国王说 你才是黑人呢 你全家都是黑人 埃塞俄比亚人虽然是黑人 但他们的自我认同一直是被晒黑了的白人 埃塞俄比亚这个词在拉丁语里的意思 就是被晒黑了的脸蛋 所以埃塞一直不大看得上非洲的穷哥们 始终跟亚洲和欧洲混 1936年 意大利终于一血前耻 征服埃塞俄比亚 国王塞拉西一世流亡英国 1941年在盟国的帮助下复国 埃塞俄比亚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国王塞拉西一世上 本来塞拉西一世的威望是很高的 他在抗击意大利人 争取非洲独立中都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算得上是埃塞的民族英雄 但塞拉西搞外交很有一套 对内却非常反动 晚年的他愈发独裁 生活非常奢侈 在一个农业国里 王室的支出是农业支出的四倍 埃塞俄比亚的气候条件不稳定 水汗不均匀 经常引发饥荒 1972年 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二十几万人饿死 四百多万人严重缺量 而塞拉西对此不闻不问 惊慌期间 一让塞拉西一世 用鲜肉喂狮子的照片流出 埃塞俄比亚上下一片哗然 重怒之下 百姓上街游行 军队发动政变 1974年 塞拉西被军队逮捕 埃塞俄比亚的千年帝制就此终结 1977年 一名叫蒙哥司徒的军官 通过武装政变上台 成为了埃塞军政府的首脑 他上台后 派人用枕头焖死了塞拉西 由于他资历浅 很多人不服他 因此蒙哥司徒在埃塞 发动了残酷的大清洗 空军和陆军的大多数军官都被屠杀 几乎所有的飞行员都被处死 埃塞俄比亚在帝制时期非常亲美 但蒙哥司徒本人 曾经在美国饱受种族歧视 因此非常反美 他掌权之后 埃塞俄比亚与美国正式决裂 本来帝制时代的技术精英 就被处死了一大批 加上美国援助的停止 让埃塞俄比亚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中 你发现了石油不就是为了取悦我吗 本来我对欧加登不感兴趣的 但你的小花招成功勾引了我 巴雷觉得 虽然当时埃塞俄比亚人口 几乎是索马里的九倍 但埃塞俄比亚混乱了内政 以及索马里逐渐增强的国力 让他觉得自己是可以跟埃塞盘盟道的 所以早在1975年 索马里就开始支持 欧加登当地的索马里游击队 西索马里阵线 跟埃塞政府军打游击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果然不堪一击 被游击队压着打 1977年 欧加登地区的埃塞军队 已经归宿在大城市里 完全丧失了机动性 也就是这一年 蒙哥四处上台 埃塞全面动乱 索马里游击队想趁着这股画劲 去投袭 欧加登最大的城市戈德城 结果死了300多人 愣是没拿下 这场失败的工程站 让巴雷彻底丧失了 利用游击队四两拨千斤的耐心 他从幕后走 万里车书一混同 东非其有别江峰 提兵百万红海上 立马高原欧加登 开战 索马里对于埃塞俄比亚的突袭 堪称一个非洲版的巴巴罗萨计划 索马里是小国 但军队状况显著的好于埃塞俄比亚 巴雷深知自己与埃塞的铁量差距 因此决定速战速决 1977年 索马里全军出击 出动了12个机械化旅 250辆坦克 600门火炮 在战斗机的支援下 从三个方向全面入侵欧加登 索马里军队在欧加登地区 拥有兵力与装备的双重优势 但仍然无法吃掉 困熟欧加登据点里的1万多埃军 可见所谓的索马里精锐 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 非洲大区优秀的匹配机制 门戈司徒在索马里入侵后 紧急调整部署 释放了尚未被处决的军官 同时 以允许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移民为条件 换来了以色列飞行员 让以色列人开着飞机支援前线 总算压制住了索马里空军 但是埃塞俄比亚陆决 依然抵挡不住索马里人的进攻 欧加登的大多数地区都已经沦陷 门戈司徒情急之下 只能来一辆福利抽薪 他直接联系了莫斯科 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 这事听起来有点无厘头 因为苏联是索马里的传统盟友 门戈司徒就是在赌 赌在苏联眼里 埃塞俄比亚比索马里更重要 对于苏联会不会帮自己 门戈司徒心里也没捧 而苏联的态度则尽显渣男本质 又一句话概括就是 我会睡他 待会娶你 苏联与索马里的关系 有点像那个段子 我的室友比我漂亮 比我身材好 你为什么没选他呢 因为他没同意 在这个故事里 埃塞俄比亚就是索马里的室友 在苏联的东非战略里 首要目标一直都是埃塞俄比亚 只不过美国人对埃塞的投资太大 苏联人挖墙角没挖洞 索马里只不过是个备胎而已 现在 埃塞俄比亚主动投来橄榄枝 苏联岂有不接之力 苏联中很快邀请门戈司徒 访问莫斯科 双方签订了大批合作条款 由苏联为埃塞提供军事援助 由于索马里的野心过大 苏联并不想让索马里太过强势 在索马里刚出兵的时候 苏联就给索马里置信 说你别打了 现在埃塞主动投靠 苏联自然要帮助埃塞 派了很多军事教官去埃塞 结果索马里发现了 苏联这个渣男脚踏两只团 巴雷大幕 做出了一个违反勋宗的决定 他宣布与苏联断交 驱逐了7000多名苏联顾问 这就是给脸不要了 苏联在接走军事顾问的同时 转手就把其中1000多人派往埃塞俄比亚 这些刚刚指导完索马里军队的教官们 转过头来又要指导埃塞军队 好家伙 一场战争成了苏联教官自己玩左右护博了 本来苏联教官对索马里军队支根支底 按说稍加指导 应该可以很轻松地驱逐索马里军队的 但是来到埃塞俄比亚的苏联教官们 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我是我不努力 真是带不动啊 无论教官和参谋的水平有多高 终究是要有军队来执行的 埃塞俄比亚的军队素质 本来就是非洲水平 在经过蒙哥司徒一波大清洗 技术军官死得七七八八 剩下的人素质可想而知 我之前说过 马西埃家族的人平均文化水平 可能也就是架小 那埃塞俄比亚士兵的文化水平 可能也就剩下胎教了 苏联顾问虽然制论了很多战术 但也就是堪堪顶住索马里的攻势而已 两国军队的戒战术水平有多差呢 对此 通聊韩国日报社评论道 这边是菜鸡护卓 那边是野狗掰头 这个是谢广坤对峙赵老四 僵持不下 那个是特朗普雇佣蓬佩奥 臭味相投 东北人去内蒙看雪景 阿灵球向沙特卖石油 新母游子跟新元节一比美 两个都要 萨尔法多向宏都拉斯宣战 令人发愁 海地问朝鲜要援助 蒙古跟中国学足球 老阿明对话博卡萨 人均典范 马克思接见猛不脱 连政领袖 斯大林讲话会场放屁 马歇埃面前当众吹牛 岳队中心找郑爽接担 房地产商去赫岗买楼 郭小四起诉庄宇 于政找穷瑶报仇 老可汗文质落泪 小小汉看了摇头 总之 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之后 两国进入僵持状态 巴雷将军发起了几次攻势 都未能速战速决 埃塞俄比亚也无力驱逐索马里军队 这时 蒙古司徒问到了苏联心中最脆弱的部队 老大哥究竟行不行啊 一直以来 老大哥究竟行不行 一直是围绕在苏联头上最痛苦的疑问 几次中中战争的失败 让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认为老大哥不行 曾经的盟友埃及都因此反水了 中中战争以后 各国想站队苏联的时候 都在考虑一个问题 跟苏联混语有没有出路 老大哥究竟行不行 作为冷战一级 苏联可以被骂 可以被打 就是不能被说不行 蒙古司徒几次暗示 如果老大哥靠不住的话 我就去找美国了 这话强烈地刺激了苏联 本着对苏玛里这个逆子的愤怒 苏联迫切地想证明自己行 伯利尔涅夫在1977年年末 召开了莫斯科会议 准备给埃塞俄比亚露一声 老子要让你看看 什么他妈叫第一世界国家 1977年11月25日 苏勋农一声令下 全球苏军开始向埃塞俄比亚 进行战略空运 1977战略大空运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行动之一 其动员力量横跨亚欧飞三大洲 东至哈萨克斯坦和中蒙边境 西至离海和地中海 数以百计的运输机 满载着武器和物资 从苏联起飞飞往埃塞俄比亚 NR2和1276两款大型运输机 成为了运输主力 为了迷惑北约 苏联空军设计了极其复杂的空运路线 亚洲的飞机向南 飞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一部分从印度洋向西飞往埃塞俄比亚 一部分迂回到莫桑比克 再向北飞行 欧洲的飞机经过地中海 和阿拉伯半岛南下 经过利比亚和尼日尔乍德 再飞往埃塞俄比亚 为了不让美军摸清意图 苏联空军兵分其路 时而满载时而空载 有时提供虚假的飞行资料 有时甚至不打绕户 一时之间 东至蒙古 西至希腊 北至土耳其 南至马达加斯加 到处都是苏联的运输机 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以至于等空运结束 美国人还以为苏联人 在搞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演习 为了保证空运调度 苏联专门发射了一颗通讯卫星 每天有70到100架运输机 从各地起飞 苏联人在埃塞俄比亚 储存了大量的油料和设备 以便调度 在最繁忙的亚里斯亚别巴机场 平均每20分钟 就有一架大型运输机降落 苏联大将比多罗夫 负责现场指挥 无数的武器和物资被空运过来 能塞得进飞机的装备 整车空运 塞不进的 如直升机等装备 直接拆成零件 空运过来就地组装 在空运过程中 一架RR大型运输机冲出了宝道 影响了空运效率 比多罗夫大将在向莫斯科请示之后 决定就地销毁 后来在机械师力圈之下 拆除了飞机起楼架 用两辆坦克将飞机脱离了机场 经过三个多星期的空运 苏联向埃塞俄比亚 空运了可以装备 整整三个时的坦克装甲车和火箭炮 以及40架米格战斗机 和150架军用直升机 还空运了1200名苏军顾问 和17000名古巴士兵 至于轻武器和弹药 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苏联空运来的武器多到什么程度 多年以后 蒙克斯图倒台 埃塞俄比亚的二手坦克价格 比二手汽车还便宜 这场空运基本宣派了索马里的死刑 但它更加震撼了美国人 苏联人通过这场战略空运 向世界证明了 只要苏联想 它们完全可以在万里之外的非洲 支撑一个政权 更恐怖的是 经过北约的测算 这场空运只不过占用了 苏联15%的空运力量 如果它们能在非洲 进行这种规模的空运 那么它们能在欧洲 空降多少部队呢 苏联援助埃塞俄比亚的行动 让美国彻底断了 和苏联和解的念想 本来在70年代 苏工没手的大背景下 美国一度考虑过和苏联和解 两分天下的 但苏联表现出 过强的进攻性和输出能力 不过对于苏玛里来说 这些已经跟他们没关系了 苏联认清了埃塞俄比亚的本质 对于这种国家来说 天上掉馅饼都没用 你还得一起掉下来筷子小碗葱姜蒜 所以苏联放弃了扶持埃塞俄比亚军队 而是直接自己上场 苏联调来了战功赫赫的 古巴将军奥乔乔亚 带领一万多古巴军人 对苏玛里发起了进攻 很快就打到苏玛里节节败退 苏玛里的军官不得不架起 机枪督战枪毙逃兵 才能勉强支持阵线 而用机枪督战的将军 就是日后摩加地沙之战的主角 穆罕默德·埃迪德 在古巴军队节节胜利之后 彼得罗夫大将命令苏联第76空降师 直接在索军阵地后20公里处实施了空降 再之后的事就不用说了 苏联散兵下非洲 巴雷王旗黯然收 索马里军队一泄千里 兵败如山倒 巴雷没有了主意到处求援 找阿拉伯国家 埃及总统萨达特 口惠而实不止 找中国 中国要求他保持克制 找朝鲜 朝鲜给他发了一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一级国旗勋章 巴雷说我又不想当索军宗 要勋章有啥用 巴雷找来找去 各国都表示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找美国救援 表示愿意献出印度洋沿岸的 三个港口给美国 美国人表示 你让我帮忙也行 你民主吧 要求巴雷释放政治犯 这些政治犯 大多是巴雷抓起来的 不足主义分子 但是巴雷并急乱投医 只得答应美国的要求 放胡桂山 巴雷投美了 美国人给了他什么援助呢 当时布尔金斯基 正在美国决策层 这老哥是典型的反苏魔证人 主张美国为了支援索马里 至少要出动一个航母战斗群 但更多的美国目标表示 索马里这种 手术两端的国家 对美国不忠诚不老实 是典型的两面国 根本没必要救他 虎落平洋你不赔 东山再起你是谁 因此 美国最后只援助了索马里 一千多吨的破旧军火 和二手头盔军帽 基本算是白嫖了巴雷 讽刺的是 70年代开始时 美国支持埃塞俄比亚 苏联支持索马里 当70年代结束时 美国成为了索马里的保护者 而埃塞俄比亚则成为了 苏联的铁杆盟友 这可比你的名字有意思多了 好在苏联并没有 进一步扩大战争的打算 1978年4月 苏军完全消灭了 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武装 制止了埃塞俄比亚人 进一步追击的打算 这场战争导致了 两国15万人死亡 经济损失550亿美元 最终以维持原状为结局 后 至于欧加登地区的石油 直到今天 欧加登地区也没有开决出 一滴石油 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欧加登战争的近代史上 并不出名 很少有人值得制裁战争 但它的影响非常深远 首先是对索马里 欧加登战争的失败 让巴黎政权微信扫地 原有的发展局面荡然无存 战争中的大量军火流向民间 再加上在美国的要求下 被放五桂山的部族分子 很快 索马里国内的反政府武装 风起运用 索马里陷入了全面内战之中 之后的剧本大家很熟悉了 内战 饥荒 瘟疫 轮流流论索马里 1991年 巴黎政权垮台 索马里彻底进入无政府状态 境内四分五裂 各地纷纷宣布独立 政府甚至连首都都控制不了 1992年9月 深染重疾的奥大利赫本 来到了索马里 看望饱受饥荒的索马里儿童 奥大利赫本抱着瘦的皮包骨的 索马里儿童望着镜头 用眼神说 难道就没人来帮帮他们吗 事实证明 女神什么时候都是女神 虽然奥大利赫本当时 已经是个老太太 但号召力丝毫不减 她的照片在全球公布以后 全美国的老爷们 嗷嗷叫的要往索马里冲 1992年12月 美国着岛的联合国通过决议 决定由联合国出兵进入索马里 保护国际组织发放救济粮 这场行动被称为恢复希望行动 这是美国历史上极少有的 不出于利益 而出于道义的出兵行动 此时的苏联已经解体 索马里的位置 对美国已经没什么战略价值 但当时的美国 还有一些理想主义情怀 想证明一下 自己维持世界秩序的能力 因此他们向索马里出兵 想要抓捕干扰联合国工作的军阀 埃迪泽 直到黑鹰坠落中的故事发生 1993年10月3日到4日 120名美军 以整个摩加迪沙 激战了一天一夜 最终以阵亡19人 伤七十人的代价 艰难逃命出来 10月4日 美军阵亡士兵 被索马里人拖着邮结的照片 刊登在全球各国的头条上 克林顿总统 遭到了美国上下的一日围攻 美国人随即决定撤兵 再也不干着费力不讨好的事 一年以后 卢旺达大屠杀爆发 80天内 卢旺达国内杀到了100万人 全球各国都在呼吁联合国出兵 但摩加迪沙的惨痛教训 在午夜梦回 让美国彻底断绝了出兵的打算 各国最终作弊上官 坐视卢旺达人将突袭族斩杀殆尽 1995年 最后一批联合国部队 撤出了摩加迪沙 联合国在索马里的援助行动 宣告失败 直到今天 索马里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人均GDP只有海地的一半多 埃塞俄比亚的蒙哥司徒 在欧加登战争之后 也没有力经投掷 治理好国家 他对国内进行残酷的镇压 失败的经济政策 让埃塞俄比亚的民族矛盾 和经济形势大幅度恶化 饥荒和内战 成为了埃塞俄比亚的主旋律 1991年 在巴黎政权倒台的那年 反对派武装终于攻克了 压迪斯特亚背包 蒙哥司徒政权垮台 他带着心腹跑到了金巴布韦 他异乡中获得了 唯一一项国际奖项 叫做卡扎菲国际人权奖 在蒙哥司徒出逃的两年前 1989年 功勋卓入到古巴将军奥乔亚 因为涉嫌贩毒和倒卖军火 而被古巴当局处决 配合他贩毒的人 叫做巴伯罗·艾斯科2 蒙哥司徒政权为什么会倒台呢 因为同样在1991年 莫斯科红旗落地 那个让世界颤抖的红色帝国 一瞬间烟消云散 同一年 奥加登战争的三个主角 都迎来了自己的结局 这场残酷的战争中 谁有错呢 芭蕾想要塑造国族认同 想要收回被强占的土地 应该说 不算什么逆天而行的措施 蒙哥司徒想要保驾卫国 自然也没错 苏联和美国虽然忙里忙外 但是他们的付出远大于获得 虽然两大帝国各自都有私心 但他们并没有想挑起战争 反而给两个穷国大量的援助 客观上带领他们进入了现代化 谁都有错 但谁也都没错 责任在谁很难说 1984年 埃塞俄比亚再一次迎来了大饥荒 在内战和饥荒的双重打击下 全国三分之二的人 陷入了严重的粮食短缺 最终导致了超过一百万人死亡 记者在埃塞俄比亚 拍下了灾民的照片 说埃塞俄比亚 是世界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 蒙哥司徒向世界发出号召 欧洲正迎来历史最大的封年 为什么不能援助一点给我们呢 1984年 英国歌坛的十几位歌手 创作了歌曲 Do they know it is christmas 为灾区百姓募集了800万英镑的善款 并在第二年举办了旷世壮举 有15亿人收看的拯救生命演唱会 英国歌手的异举们也震惊了美国歌坛 麦克尔杰克逊和莱奥纳多里奇 用了四天的时间创作了一首歌 1985年1月28日 麦克尔杰克逊召集了45名各领域的顶级歌手 共同演唱了这首歌 这首歌最终为非洲难民 赢得了6000万美元的善款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We are the world 它的中文译名是天下一家